今天我们特别看到了这样的 静思金社的法师来到了家东乡 带着扫把脚踩着泥巴路 也拿起了工具帮忙打扫家园 很多的受灾乡亲当场 温馨又非常的感动 踏着泥巴路 一不小心还差点滑倒 静思金社的法师还有志工们 走进屏东家东乡的羌园村 民宅里的水还没退去 淹到脚边 大家二话不说 立刻埋头苦干 都是一个付出了 但是就是说因为这里比较紧急啊 需要先坐啊 清理地板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法师们连玻璃大门都要拆下来 相当仔细 这就是要让我们了解 什么叫做世间无常 什么叫国土为粹 相亲的苦 法师感同身受 此外还有70多位来自台北县三峡 和树林的慈济志工 来到林边乡竹林村 大马路上的水几乎淹到小腿 大家用力清扫 再累也不怕 还蛮快乐的 因为祝人为快乐之本 年轻人爱心不落人后 台湾要从爱中站起来充满希望 大海新闻屏东综合报道